昨天早上7時左右 我和阿冬被廉政公署正式拘捕 我絕對不能說太多關於案情的事情 我只能說一些非常表面皮毛的事情 我被廉政公署人員拘捕 事情對我有四條指控 這四條指控都是有關於去年的立法會選舉 跟去年的立法會選舉有關係 我也不是第一個因為去年的立法會選舉被廉政公署拘捕 之前也有林兆斌和其他人士 現在這件案件在調查當中 我廉政公署批准了保釋外出後查 所以我回到今晚的天地有正氣 和各位網友見面 報平安 今天我想過很久 到底我回不回家 因為我實在很累 因為我被廉政公署 那你7時上午到大約什麼時間呢 晚上7時 差不多12時 在這12時裏 當然不能說太多 因為最大的 講感受都可以 最大的令我比較不開心的位置 就是因為我媽媽其實昨天是生日的 昨天10月26日本來是我媽媽生日 我本來一家人約了去我私房菜那裡吃飯 我亦都準備好所有 幫我媽媽慶祝生日的所有事情 我亦都不能夠如期地去煮這一頓飯 我是很有那個協議 我是很不開心的 我媽媽生日一年一次 對我來說 其實雖然我不是經常表達對我媽媽的感受 但我也是很疼愛我媽媽 你始終這件事剛剛處理在這個時間點 那種遺憾的感覺應該是最大的 我都很疼愛我媽媽的 我媽媽一直都很了解我的 在一個地球上 其他一個最了解我的人 其實不多 真行一隻手指鎖了 在地球上了解 最了解我的人 我媽媽是其中一個 令到他們甚至我家人失望 我是非常抱歉的 在十二個小時的拘留期間 在拘留期間我得到相當之 非常之禮貌的對待 亦都相當之沒有任何的 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例如一些非常文明的對待 你說擔不擔心呢? 你問我現在擔不擔心 這件事也擔心 一切都是交給上天安排 我不會有太多的談論和評論 因為我也不可以這樣做 我只能夠告訴各位網友 我暫時是平安 我也會勇敢去面對 我對比起很多和我同路的人 或者是面對更加嚴重的情形 或者現在甚至被驅壓緊的人士 我真的不算是什麼一回事 對我來說我自己的看法 是不是一回事 而我的打算就是打算勇敢地 去面對所有的問題 所有的事情 因為這件事是關於我的 我是會勇於去 勇於不想說過 講到好像很厲害 我一定是會整班的 正面去面對 我會正面去面對整件事 將會發生的事 我真的不能夠不合適地 講很多關於這件事的一切 或者案件的事情 因為已經進入了法律的程序 其他人問我會不會 考慮離不離開我都不會 我不會回答這些 我只能夠說 我會勇敢地去 我會一力承擔 也會面對所有的 之後所發生的整個案件和程序 所有事情我會面對 我會正面地去面對所有的事情 這是我的決定 也是最終的決定 這是我關於這件事 也希望各位網友 不用太擔心 也無謂作太多的揣測 建議也不需要 大家 我感謝了 而接下來在我的Facebook 我也不會說 任何牽涉這件案件的所有事情 或者更加 更加深入 牽涉去年選舉的所有事情 我都不會再說 或者說太多 因為真的進入了法律程序 我是不可以說的 因為有一個危機 就是防律司法公正 是非常之嚴重的一個罪行 所以 令到我因為都進入了法律程序 所以令到我會考慮 我到底還要繼續做節目 因為怎樣也可能會有機會 影響到一些 始終都是 雖然大家知道 聽我的節目的人 都不算是太多 但是 始終都是一個節目 一個視頻 一個視頻 一個網台的節目 每星期做Live 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呢 我真的從昨天放出來 到今天 都有一段時間 我想了很久 我想了很多事情 甚至有諮詢過 若敏 到底是應該怎樣 但是 其實一個電話 是令電話 改變了我 很大的決定 很大的想法 一個電話 左右了我 左右了我很多 這個電話 當然不是未接來電視的電話 我應該不是 整個斬 這個電話 是一個網友 叫做Maggie 一位網友 我之前不認識他 可能他在我的社交媒體 或者Facebook 看到我的電話 跟我說了一番說話 就是之前鼓勵的說話 亦都跟我說 我真的每個星期都很期待 聽你的節目 不要不做 類似 也都見到網友 其實我只能夠說 其實這件事 令到我 其實一直 無論由運動到 之後的參選 到之後的 我想有聽開天地有情 你都知道我一直很努力 都堅持下去 希望可以服務大家網友 可以繼續去 有個平台發聲 我們都非常支持MyRadio 也非常支持台長 支持民地 繼續在MyRadio發聲 大家都知道 其實之前在MyRadio做的廣告 其實是我想出來的 珍惜大家還有現有的平台 珍惜大家還有機會 可以自由發聲 可以發意見 但始終我身在香港 很多東西是比較擔心的 所以 所以 12 result 結論是什麼呢 我也不捨得各位網友 大家各位網友都說 一直對我都提起 一直支持我 無論出面比多 行言行語 風言風語 之前都說任何東西都好 都繼續支持我 雖然人數真的不多 但是我每一個都是這麼珍惜 所以 我希望很請各位網友 再給多一點時間小弟 阿東 給多一點時間我 去好好沉變 想一下 天地有正氣 到底 會不會繼續做下去 還是以另一個不同的形式 去繼續持續下去 始終天地有正氣 都做了三年 都做了大約三年的時間 那 在這三年裏面 我也感謝台長 和大家的支持 也都感謝各位網友的支持 我們天地有正氣節目 也都當然支持幾位主持 就是兩位主持 以前的Owen 還有現在的揮揮 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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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這個節目會怎樣下去呢 或者會怎樣 是不是會轉變你的形式 認識一定會變的了 一定不會是這個天地有正氣 這樣的形式會再次出現 但是希望各位網友 給三個禮拜時間 我會休息 從更集之後 我會休息三個禮拜 三個星期 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會回來的 我會再次開 到底這個決定 是一個決定 在講這個決定就是 我不會離開 Radio 我不會離開 Radio 甚至是香港這個直播室 我不會離開這個節目 只要約敏和台長一天 給我機會在這個台上發聲 我都會繼續在 Radio 發聲 這是我答應所有 Radio 的網友 這個不是說大家不要想太多 說 你要發今 絕對不是 這個也是我搖廣東個人的決定 是我搖廣東個人的決定 和任何台的營運 什麼什麼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是沒有關係 完全是這件事 一直以來我做這個節目三年 台長和約敏都沒有過問 沒有關於節目風格 內容 對 輝輝可以 大家可以做 我們無端就收拾結他唱歌 沒有搞過 除非一些有關於法律上的事 除非是 那些超級敏感的法律問題 那些完全是純粹的法律問題 可能有一兩句台長會提示 一兩句 有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或者有些什麼 你要小心一點 都是提醒提示 提醒提示 溫馨提示 十隻手指數得了的東西 都沒有幾好 所以我本事這個休息的決定 希望各位網友 或者港大聽眾 甚至海外聽眾 都給我一點時間 去想清楚 到底節目是要怎樣做下去 或者我舉例 我經常都會說 可能我會做一些輕鬆一點的時事節目 或者未必是時事節目 講飲食 音樂 飲食 時事一齊講 共野一佬 一個生活雜誌 一個生活雜誌 很肯定 這樣跟大家講幾點 第一點就剛才講了 我可以很肯定 跟各位網友講 我不會離開mai radio 這個決定 我不會離開mai radio 也不會散咪 不會散咪 繼續看mai radio